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三重區安慶街米粉湯 這是這一攤正面的樣子 我就在這個小小的巷子裡 然後也是很有名的 波洛克小可介紹過的店家 那小菜都蠻新鮮的 價錢我就用掃的過去 讓各位看清楚 老闆你好 那我想點那個小菜拼盤 小菜拼盤就什麼都有 那我還要再一碗米粉湯 謝謝 那剛剛根據老老闆娘講說 這一攤已經開50年了是嗎 對 歷史非常的悠久 我是這邊吃謝謝 好就是用這個新鮮的大骨當湯頭對嗎 對 謝謝 好 好那就是路邊山灘這樣 好那這個就是豬心大廠 這一點綜合的就什麼都吃得到 好那這個就是50年的老店了 好那現在試看這個小菜就什麼都有 好這個應該是豬心吧 好 好吃 好真的很讚 好蠻新鮮的 好換一個位置 因為剛那邊音樂聲音太大聲 所以我必須要換一下 要吃的才知道好不好吃 但現在吃第一口覺得很好吃 嗯 可以這麼說 網路的 嗯 好60塊我覺得蠻多的 然後綜合口味蠻好吃的 像這個 古早味的醬油膏 那店員講說這邊已經 大腸洗得蠻乾淨的 但是個人還是比較喜歡那個 油漬漬油漬漬的感覺 嗯 好大腸洗得蠻乾淨的 好不愧是這個小可介紹過的 蠻好吃的 背景音會比較吵一點 因為是在馬路邊 好小菜蠻讚的 那分數我覺得是93分 嗯 就是太吵了 但是在餐廳的話 可能錢又要再增加 好 那這個路邊單就是充滿了 古早味古早味啊 啊大姐在這邊工作幾年了 在這邊做幾年了 六年多 哦這樣 那老闆人好嗎 老闆算 好媽媽 啊老闆人到底好不好 人好嗎 真好嗎 不錯喔 好 老闆人很好 恭喜了 像我的老闆不 也不錯 也不錯 好小菜好吃喔 讚 好吃 好 那照一下阿姨辛苦的背影啊 就在做 剃這個豬皮的毛 豬皮一盤好像拆二十塊啊 辛苦啊 所以我被人家罵也是習慣就好了 好 早上跟人家罵亂七八糟 沒有想到看我的影片這麼痛苦啦 這個說錯別字就是死刑 然後這個介紹不對就是死刑 那因為我的影片不是美食節目啦 請各位不要用美食的標準來看我的影片 我是還原用餐感受 所以我不會做功課 也不會跟店家約 然後我因為不是美食節目 我也不能修音軌喔 像千千就曾經上傳過 他講這個 鮭魚壽司講成 講成鮪魚壽司喔 好嗎 百萬訂閱部落客也會說錯的時候 好不好 不要因為這樣給他判死刑嘛 應該沒有那麼嚴重吧 好那這個古早味的米粉湯 裡面就是有這個 韭菜還有油蔥酥 然後感覺油露露的 喔好燙喔 喔完全就是那種古早味的耶 油油的喔 嗯好喝捏 好那個米粉的話就是不粗也不細這樣 好粗 好如果但是小菜跟昨天的阿清滷肉飯比起來的話 稍微價格再高一點點 好那只能說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因為這個三重在地 阿濁會有沒有你們喜歡的店家 像我是漂泊不定的男人 去到處跑到處跑 啊啊啊啊啊啊 請教 you bless your neighbor 好這個音樂是日本 action 各位應該看得很清楚啦 現在陽光有照到 那分數我覺得是90分 這個背景真的有點吵 但是口味不錯 然後油露露油露露 小菜不錯 如果跟昨天比起來稍微少一點點 可以接受啦 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啦 油露露油露露 然後湯頭很濃郁 不錯 好那總共就是95塊 因為音樂很大聲 我就付錢鏡頭就省略了 那有疑問的話就看一下 菜單上面都有價錢 好那緊接著就來到 三重的阿鐵麵 好久沒有來吃了 這是這間麵攤正面的樣子 好那附近停車很不方便各位要小心阿 好那就分半套全套三合一 好現在營業時間好像一筆之前短 老闆你好好久不見 你好好久不見 欸現在疫情期間就是不能內用了啦 對做好意思 好那就三合一 外帶謝謝 好下標上面分開 欸不用 不用回送陽青麵喔 喔好就正常版的 不好預測啦 喔不會不會 大家平安安心 欸喔密度呼啦 他便把你分開啦 欸不用分開啦 因為我等下是找地方吃的 好 欸對對對 欸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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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台北市的阿田麵就比較晚開了一點時間 那現在十點 十點開 都是那個親戚啊喔 對 他是我那個大舅舅的 大舅舅喔 是 我太太的那個大哥啊 像我小時候也住在這個大同市場所以我跟你也算有認識了 這樣牽的是比較牽強一點 哈哈哈哈 我小時候真的有住在這個菜市場過啦 嗯 都是市場長大的小孩喔 欸對對對 所以特別愛吃啊 國民美食啦 欸對對對 欸 久久沒有吃會懷念欸 欸嘿嘿嘿 對啊我們自己本身也會懷念 欸像我們上個周月都還沒有沒有 沒有那個營業也是這樣 也是想要吃啊 但是 這三期疫情太嚴重了 欸對 好這個三期太恐怖喔 所以一定要這個小心 好像要打疫苗也很恐怖 哈哈哈哈 要小心就是了 打疫苗也是要變黑牛麵 欸對喔麵就有啦 好那這樣就70塊 好謝謝 OK 小小小的餛飩 好今天這個製作成本非常非常高 已經超過200了 因為這家店不能內用 我要去另外一家 又還要再點餐 又要再點飲料 吃的是很爽 但是錢也花得很爽 那個M嫂會把我罵死 好那 這個就是阿鐵麵 好久沒吃到了 阿鐵麵阿 欸這間店有坐鑿啊 喔有有有 再一份煎餃 阿鐵麵阿 你為什麼不開內用阿 好謝謝 好那這個西式早餐店曝光的店 就在這附近而已 然後老闆娘很親切 阿鐵麵阿 認了這個聲音的來捧場一下 交官一下 有內用的都感恩 好久沒有吃到了 真的很好吃 這個就是三同在地的口味 油蔥酥跟這個油露露的湯頭 讚喔 好 久久沒吃會懷念 好只有三重的才這麼早開 還有一大塊瘦肉 好瘦的好瘦的沒有瘦的呱呱叫 完全沒有油 好很鮮甜的這個豬肉片 好吃 好吃 因為我是三合一所以就有滷蛋 好吃喔 不愧是老店 不愧是老店喔 便宜美味 就是不能內用 我們講後幾遍 好再來就是這個餛飩 很好吃喔 新鮮鮮的豬肉 當然有朋友講說最近有豬瘟啦喔 但是講難聽人還是要活下去 還是得吃啊 不然有人配送資料給我嗎 講比較直接比較不好聽 就得罪一下喔 好 我只是個小老百姓喔 雞鴨豬一牛我通通都要吃喔 不然怎麼辦 好 很好吃 在地讚 好吃 分數就 90分 這家也順便介紹一下好了 就是三重美而美 給你美好的一天 好元氣 還有特製套餐 通通都 物超所值 好裡面是那麼的藝術喔 讚喔 好本日的 PAR3 然後這個是 煎蛋 雖然我是喜歡半熟蛋 但是熟蛋 不好意思喔 那這個我覺得是70分 你又喜歡 半熟蛋 這熟了 我覺得我沒有很愛喔 還有一點醬油膏 就是 普通西式早餐店的水準 生意還蠻不錯的 好今天就比較快速的報導喔 再來這個紅茶 好四五塊 欸 還不錯喝喔 好那紅茶我覺得分數是 78 不錯 好那早上總共就花200了 去了三家店 那就希望各位朋友看得開心 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 好那阿田麵不能內用就遲到了 哈哈 好拜拜